國道發生了追撞意外 就在國道3號南向389.4公里 一部小客車撞上正在執行公務的緩撞車 當時緩撞車正在執行十足露面清掃空城 肇事駕駛一次沒注意撞上 警方初步調查肇事駕駛當時有開啟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至於詳細噪音將會進一步歷行